众所周知身为联盟第一人的詹姆斯于今夏转会到了胡仁,随着他的加入胡仁也一跃成为了下赛季的夺冠热门球队,时至今日他们已经完成了两场季前赛,虽说取得了两副的战绩, 但我们都知道季前赛是拿来练丁的我们不必太过在意比赛的输赢,但是有些媒体或者民宿专家们并不看好今年的胡仁,许多人认为西部不同于东部,在竞争激烈的西部詹姆斯也会束手无策,例如胡仁名宿贾巴尔曾在节目中直言,新赛季,我们不要给予胡仁太多的希望,他们可能会打进季后赛,但取得总冠军的希望不大, 随后他又预测胡仁下赛季最高拿到50胜和西部四分之决赛,但即便是胡仁不能夺冠,我们也不要小看詹姆斯在胡仁的作用,他给胡仁带来的效益,远远不止场上这些, 我们都知道詹姆斯与胡仁签订的是一份四年1.53亿的合同,等到他38岁时他还能从胡仁拿走4100万美元,这可能让我们觉得有些高了,首先我们先不提詹姆斯的身体有多好,他38岁还能保持怎样的高效,单从眼前来看胡仁这1.53亿花的就太划算了。 据CBS记者Codley Benjamin报道,新赛季的胡仁的前两场,仅出现一票难求的情况,需求量整整上涨了427%,这样的涨幅在整个NBA历史长河,都是非常少见的。 同时胡仁把劫战的门票还上调了两倍常规,在门票上调了6,0%,可以说胡仁用两场比赛就完成了他们最终的目标赚钱,同时也证明了詹姆斯带给胡仁的野局非赛场上的利益,这样看来胡仁能否夺冠就成次要的问题了。 千詹姆斯来的目的是为了夺冠,夺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赚钱,而现在钱已经赚到了,但是话说回来胡仁新赛季能夺冠最好,这样就可以名利双收了。 那么胡仁在新赛季究竟做何表现呢?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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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